大家好,我叫顾雁铭,来自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现在是岩尔的一名学生,同时我也是开源社的成员, 那么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和其他一些小伙伴共同策划出品了2021中国开源年度报告, 其中我负责的是数据片的内容,那很荣幸这次能够和大家分享我对数据片的一些解读。 那首先我想介绍的是最核心的这个公式,就是这个活跃度公式。 那活跃度公式是根据issue comment,open issue,openpr,prreview,prmerge的这样一些数量进行一个加权求和来统计出一个开发者的活跃度。 那一个项目的活跃度就是将参与这个项目的每一个开发者的活跃度进行开放,再进行求和。 当然我们在算项目活跃度的时候,只会考虑到开发者在当前项目中的行为,不会考虑其他项目中的行为。 好,那么这个是最核心的活跃度公式,我们后面很多排名都是根据活跃度来做的一个排名。 好,首先这个是世界活跃度排名的top10,当然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不会把每一条数据都和大家讲,我会挑一些我个人觉得比较重要的事情。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的组成结构。 那么第一列很明显就是rapple的name,可以看到有很多仓库的名字。 第二列呢就是对应仓库活跃度的一个得分,那么显然这里是从高到低的。 后面的一些列都是得到活跃度的一些关键因子,那么具体因子是多少。 那么这里还列了一个actorNum,也就是来代表这个仓库里面具体开发者多少位。 那么这里我想说第一点就是,我这里说的这个actor,他其实并不一定完全就是狭义上的开发者。 他也有可能是来问问题的。 只要是和这个项目产生一些行为上的交互,都可以被认为是actor。 比如说评论issue,问了一些问题,或者是提一些需求,等等,都可以被算作是actor。 好,那么这是对表的一些解释。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排名第一的VSCode和排名第二的flutter,他们的这个活跃度都是非常高的。 但是当我们仔细来看细节的时候,你会发现,flutter开发者更多,issue评论更多,pr发起的更多,pr合并的更多,pr评论的更多。 除了创建issue以外,其他都比VSCode要高。 那么为什么flutter会排在VSCode的后面呢? 这是我想讲的第二个重点。 那就是因为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活跃度公式。 当计算一个项目的活跃度的时候,我们会对开发者的活跃度做一个开方,再进行求和。 所以flutter比VSCode的活跃度要低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flutter项目,它的活跃度太向上集中了。 换言之就是flutter当中,贡献活跃的那些人太少了。 所以被开发之后,个体的活跃就被抑制了。 那么我们从侧面也可以看出VSCode这个项目,其实是有大批的人在共同活跃的。 这也是我们定义活跃度的时候的一个初衷,想让活跃度能够体现出大家一起在做贡献这种繁荣的感觉。 好,那么这是我想讲的这个flutter,为什么大多数的指标都比VSCode要好,但是它活跃度的值却比VSCode低的一个原因。 好,那么这个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好,这个是世界活跃度,那么其中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项目叫这个education,后面跟的仓库名字是githubgraduation2021,那么这个仓库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还是很有意思的。 它会让你去提交你自己的一些信息,然后参与它,报名它这么一个github的一个介绍的一个训练营吧,可以这么说。 在这里面呢,由于大家都把自己的信息提交上去,所以有一个非常高的活跃度。 这也是比较兴起的,那我觉得做数据片一个很有意义的点就在于,当我们用github痊愈的数据去做一些分析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我们平时看不到的东西。 就比如说,刚刚说的这个仓库,平时我们在做技术上的一些学习的时候,我们很难去发现这种和我们当前技术无关的一些事情,但是它就是很热闹,也很有趣。 这也是数据带来的一个能力吧。 好,那么其他的这些仓库我就不过多介绍了,我们继续往后看。 好,那么第三个我想介绍的就是这个图,叫打孔图,那么这个打孔图怎么看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打孔图,我们是为VSCode做的。 好,那么这个图呢,我们是这样子的,我们会把每一次用户和这个仓库的一个交互行为,每一次记录为一。 然后呢,按天,也就是按星期一到星期天,再按照小时做一个划分。 我们去计算出某一天中的某一个小时,那么在这个时间里有多少次行为发生。 那么我们再根据这些数据去绘制这么一个打孔图。 我们在绘制打孔图的时候,会先找到最低值和最高值,然后根据当前这个时间点的值去绘制它的大小。 也就是说,如果当前时间点的这个协作次数最接近最高值,那么它的这个圆就是又大又深。 那如果它更接近最低值,那么就是又小又暗。 那么这个打孔图,我们在上面还放了三种时区,Utc加0,Utc加8,Utc减5,那么这个打孔图其实可以用来帮我们去分析,这个开源项目,它参与者都是来自于什么时区的,因为来自什么地区可能不方便。 我们可以说它是来自什么时区,那么Vscode很明显可以看到,它其实在一天的24小时当中都算是有很多人在参与,只不过某几个时区可能会更加的频繁一些。 就比如说,Utc时间的早上5点到晚上9点之间,那么这段时间是比较活跃的,那么也可以从这来侧面反映出Vscode这个项目,其实更多的主导的这些人还是在这个时区当中的,对吧,因为不可能一个人为了做开源, 他凌晨当地时间凌晨三四点不睡觉,还在搞开发,对吧,那这是不现实的,他一定是在一个他个人当地的时间当中的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时间段在做开发。 所以从Vscode这个上来说,我们可以得到两点,第一,他确实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国际化开源项目,全世界都有人在参与,那么第二, 主导他的,或者说大部分还是Utc加铃的早上5点到晚上9点10点之间的,这么一个时区的人在做开发。 好,那么下一个我们拿这个NixOS这个操作系统来绘制了一个打工图,那么这个图其实就更加明显了。 在我们Utc加铃的这个时间里面,其实就人就比较少了,所以这个项目显然是一个国外主导的一个项目,那么这个NixOS它是比较火的一个新的操作系统, 所以这里特地的把它拿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它的这个包管理工具特别的好用啊,所以也是非常的流行。 那么后面呢,我们是对中国的开源项目的活跃度做了一个排名,好,这里我想先着重说一下,我们是怎么判断一个项目是不是中国项目的。 好,那么其实这里我们的方法是比较直接的啊,没有用一些统计上或者是人工智能上的一些方法,我们是有一个仓库啊,叫做OpenDigger,可能大家有听过,那么我们在这个仓库当中呢,维护了一份清单,那么中国开源项目,那就是其中的一个清单,所以也欢迎大家来仓,我们仓库当中去更新, 你所知道的中国开源项目,这个可能是一个呃,比较大的量级,但是目前的话,我们是还是这么做,以后可能会有更好的这个方式去替换一下,好,那么这个是中国活跃度的top30,我们可以看一下,应该从认知上还是比较符合的,比如说拍头拍头,对吧,老牌的这个呃,人工智能框架, 还有ndesign,任何做前端的呃,人应该都是知道ndesign的,还有tidyb,非常棒的云原生的数据库,好,等等等等,那么这里就不多做介绍了, 大家也可以用刚才的讲的一些内容去看每一个仓库,它的具体的一些指标,根据它指标里面的一些比例,对吧,它的这个开发者的数量,那么每一个开发者,它平均下来有多少个issue,多少个pr,对吧,可以用这些数据去衡量它的一个活跃情况,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打孔图,我们这里还是一样列举了几个比较著名的中国开源项目,比如说拍头拍头,好,那是这样子的,再看ndesign, 还有这个tidyb,可以看到这三个项目,在时区上,都是我们,嗯,utc加8的时间,去做主导的,对吧,那如果我们拿这三个项目的打孔图去和nixos去做一个比较的话,你可以看到很明显,这两做这两个, 这两个项目的人,他都不是一拨人,他们起居的时间是完全错开的,这也就是这个打孔图能够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启示,好,我们再回到刚才的那地方,好,这个是中国的开源项目,那么针对国内,我们又做了一个开源企业分析,那这个是怎么算的呢,很简单,其实就是, 就是,我们还有一份清单,就是维护了中国有哪些企业做开源,那么他具体有哪些开源项目,我们把每一个企业各自的开源项目,去按每一个指标做一个累加,就得出了企业的这个活跃度, 当然其他的数量,我们都是做了一个累加,比如说有多少个仓库啊,那么你所有的仓库,有多少个易修的评论啊,多少个PR,都是做了一个累加, 好,这里呢,是阿里巴巴,比较冲在前面,是战略第一,然后呢是百度,还有 Pincap,还有腾讯,华为啊,等等,好,这里呢,我们这个数据啊,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完善啊,所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来把你所知道的中国开源企业,来做一个 填充啊,也是以这种开源协作的形式,好,那么这个是中国企业开源,这是后半张表 好,那么我们后面还对基金会做了一个分析,比如说阿华奇基金会,还有CNCF,还有Linux Foundation,当中的这个AI and Data,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阿华奇基金会吧,那么阿华奇基金会呢,我们也是没有对整个基金会去做一个分析,我们还是对阿华奇基金会中的中国项目 那么活跃度做了一个Top20的一个啊,一个排名 那么第一名最高的就是非常受制的这个eCharts 那么eCharts他也是,呃,毕业已久嘛 整体的活跃还是非常棒的 好,那么其他上榜的还有Sharding Sphere Epi6啊,Dolphin Schedule啊,等等 好,那么我们这里还是要再提一下,关于阿华奇的中国项目,我们是怎么知道哪些项目属于中国呢 啊,其实说属于中国这个说法可能会有一点争论 对吧,因为开源项目你很难说他到底是属于谁 好,我们只能说,嗯,由华人主导参与的 那我们就算做了中国的开源项目 好,那么这个清单也是通过官方的一些渠道获得的 好,经过了一些官方人员的认证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打孔图 好,这个Echarts他比较特别 他呃,就是在这个小时上有特别多的PR 其实这个我不是特别清楚 可能是一些 呃,community的一些规范 比如说在这个小时做 大量的review和合并的工作 啊,当然其他的时候也有 可能是有一些啊,紧急的热更新啊,或者是什么的 好,那么下面是skywalking,skywalking啊 我觉得skywalking他的这个打孔图其实是非常优秀的 因为可以看到他其实在24小时上 比如说星期三这一天 可以看到他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全球化的一个项目 甚至他在周六周日 还是有很多的协作的行为在发生着 所以我觉得skywalking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国际化的开源项目 好,像下面这个OZONE也是 好,那么后面我们对CNCF还有LinuxFoundation也是做了一些类似的分析 那么中国的这个标签也是通过一些官方的途径 或者说是一些个人的推荐分享 像CNCF他的中国项目其实我们获取的时候还是比较方便的 因为我们是直接从他的landscape一个全景图上选择了中国的这个地理标签的位置 但是这样子选择的话其实是比较少的 所以我们这里面还人为的根据一些经验做了一些添加 排名最好的是Harvard这个项目 好,我们来看一下Harvard他打孔图 可以看到其实也是UTC加8主导的一个项目 比较符合我们这个中国项目的一个认知 好,那么后面的话我们是来看一下LinuxFoundation 那么LinuxFoundation这里也是中国项目 但是这个还是针对子晶经贵 AI and data去做的一些分析 好,那我对数据片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